哈嘍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千世界 節目開始 我們先來看看帽子 中國傳統上官員戴帽子可是有學問的 不同的帽子代表不同的官階 在歐美國家 尤其是英國 帽子則是Ladies and Gentlemen必要的配備 女性的帽子更時常成為最讓人注目的焦點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帽子不是為了遮陽 遇寒 也不是為了工作 更不是為了愛美 來看到在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大會上 帽子這回合成為了民主黨代表們 對歐巴馬總統表達支持的競選工具 我們來看看這些千奇百怪又創意十足的帽子 全球瞩目的美國總統大選投票 於11月6號展開 我們回顧一下屬於美國風情的競選文化 在兩黨的競選活動中 會場上精彩的可不只有慷慨激昂的 政見發表和著名歌手的現場表演 出席代表們五花八門的造型與服裝 有時往往才是眾人的目光焦點 其中不可缺的就是帽子 首先看到民主黨 在全國代表大會上 全美五十州和海外屬地的成千上萬名代表 都擠在觀眾席裡 在一片人山人海中 該如何引起外界注意呢 為此代表們竭盡心力打扮自己 除了標準的美國國旗圖案以及紅白藍基本配色 特別的別針 徽章及扭扣代表了他們對現任總統歐巴馬的支持 我愛歐巴馬 他很棒的男人 我認為他很長時間需要這國家 穿戴展現政治意味濃厚的別針和帽子 是美國政治活動中常出現的一種傳統景象 所以許多代表們會花心思和時間去設計整體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也來看看共和黨的創意 來自德州的代表團超級吸睛 辨識度也滿分 因為他們戴上白色的牛仔帽 遠遠一看就知道他們來自牛仔的故鄉德州 以洛農業聞名的威斯康星州 有團員戴了起司外型的帽子 看起來雖然滑稽 但襲襟效果十足 形形色色的徽章帽 印有正副總統候選人名字 或是共和黨吉祥動物大象的胸章 更是基本款 如何 這些裝扮奇特的代表們 是不是很有趣 很熱血 不過如果仔細想想 在這些奇特的裝扮和對政治的激情背後 我們看到的似乎更多的是一個 成熟民主國家的完善選舉制度 以及每個人關心國家 並且有機會參與和改變現狀的 那份無限可能